民眾站在基隆一二路上 往前方施求領方向 遠遠望去 有沒有覺得這個畫面 好像在哪裡見過 網友在臉書社團發文 驚呼原來台灣也有富士山 在基隆的一二路就能拍到 猛然一看還真的很像 遠看有像 白天的話就 因為有樹嘛 所以差一點 還是整體這樣真的有點類似 因為很少會抬頭看 看後面那個景色 因為這邊單行道 我們都是從那個方向過來 網友發揮了比對精神 正滿的富士山 位在日本的山梨縣 兩旁的建築物比較矮 能清楚拍到富士山 但在基隆的一二路 類富士山 沒有電線感遮蔽 但美景容易被建築和招牌擋住 攝影師也教導民眾 要怎麼拍出類富士山美景 從這一端到另外一端 雖然是有很多個紅綠燈 但是它會把它整個壓縮過來 感覺說紅綠燈 每個間隔之間都縮短 然後會把很遠端的景物 例如一座山把它拉近 拉到這個觀眾的眼前 對這就是長焦段的鏡頭的特性 文章破文之後 引起了1.3萬人留言 也有網友笑說 不用出國 去基隆就能看富士山 不過也有網友批評 這樣站在路中拍照很危險 你之前去到蘭嶺都站在馬路上 那你之前是有去過日本富士山 有蘭嶺 有 可是我沒有發現 可以需要喔 因為這邊車輛量也滿多的 但好在它是擔心到 不管如何不用出國 在台灣也可以拍到鬼出國的美景 有民眾這才發現 原來我們的家鄉這麼美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